今晚的嘉宾 陈一阳女士 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建筑学院 曾在建筑事务所工作 精通房屋检查 加建改造 擅长帮助顾客 鉴别地基和房屋结构问题 提供改造和加建咨询 当然 陈女士熟认房屋买卖交易的各个环节 尤其是offer谈判 和整体的流程管控 因出色的专业水准 和优质的客户服务 深得顾客的好评与信赖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女士 非常非常感谢Hurry的介绍 以及非常感谢AFI 这次能给我们一个合作的机会 邀请Fly Homes 来这边给大家一个了解我们的机会 以及来了解一下 目前的房市在美国 怎么样提高我们买房的性价比 那接下来呢 稍等 接下来呢 我会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呢 叫一阳 我是在做agent之前 是建筑师 所以呢 呃我对这个房屋的结构啊 包括家境改造啊 也是呃比较清楚 以及有一些专业的知识背景的 那我是如何从事到这个呃地产行业呢 是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在建制处所 做设计的工作 那我一般合作的呢 都是developer 我也对这个地产呢 是非常的感兴趣 那机缘巧合 在呃 几年前的时候呢 我自己家也做了家建 所以呢 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并且呢 觉得呃这个改造 residential啊 还有呃当地的 我在旧金山 这个地产呀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感兴趣 机缘巧合的加入了fly homes 然后呢 从此就开始做上了呃 agent的职业生涯 我呢 目前是居住在旧金山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有这个呃 整个bay area湾区 以及半岛 我是cover这个部分的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会呃包括 给大家讲解一下 呃从目前的 比方说 加息的层面 以及呃建筑结构 检查层面 来给大家呃概括一下 呃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呃有什么样的小的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帮助大家在今后的 买房的道路上 呃给一些小小的意见吧 我们整个的今天的讲座的内容呢 首先是会讲一下fly homes 是什么样的公司 呃我们跟传统的agent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二呢就是呃现在的市场情况是如何 比方说加息对房价的影响影响了多少 那我们要从此 就是在加息的这个呃目前的市场的情况下呢 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策来买房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讲一些买房的流程怎么样挑房型啊 如何实地的看房最重要的是看哪些地方 以及如果我们啊我会列取一些比如说red flag呀 我们看到了这些防务的缺险之后应该如何的来避免他或者是如何的来维修他 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呃问题回答问题环节就如果您在整个的这个讲座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您不用着急您可以先把问题先记下来等到到讲座结束之后我们专有专门有一个10到15分钟的呃回答问题 您可以到那个时候再来问我这些啊关于比方说房屋结构啊或者是关于呃加息的这些问题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公司的简介啊我们是16年成立于西雅图的那目前我们除了在比如说湾区啊洛杉矶圣地亚哥 除了在加州以外呢我们在呃马省包括在德州包括在呃克罗拉多还有西雅图 波特兰呃波士呃波士呃波士顿波特兰都有分公司那如果您在呃其他的省呢呃也没关系您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呃微信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能帮到的尽量也会帮您解决解决解决那个呃回答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比方说利率上涨现在怎么样买房子更省钱以及有什么样的办法 那您可以看到现在的图呢旁边有一个数据比方说30年的这个fix利率是6.66 这是今天我们呃今天我们打了很多电话问了很多lander 包括我们自己也有lander这个数据是一个平均值那有些lander呢会高一些 有些lander会低一些但是呢我们现在摆放的这些数据全都是一个平均的average 呃所以呢您看到30年fix的是6.66呃15年fix的是5.9包括呢还有这个浮动利率 5年的浮动利率是5.36那现在有5年的呃7年的浮动还有10年的浮动 现在5年的浮动和7年的浮动都是大差不差的一个情况就稍微的可能会高一点 然后呢我们从这些利率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今年的加息还是加了非常的多的 比方说咱们今年的第一次加息从3月份开始那个时候的利率呢是比方哈呃有的人他的credit比较好 他能拿到2点多那呃最高了也就是3点多这个样子就是呃现在呢30年呢您要一个整个一个翻倍要达到6.66 甚至有些要更高的一个呃非常非常高的一个interest rate 那从这里能看到呢呃我们的这个加息还是幅度非常的大的那贷款利率的呃如此幅度的涨幅在上一次呢还是199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94年初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呢是3%等到年底的时候也是提升到了6%有3%的一个升幅 但是呢您可以看到从3月份到今天仅仅是10月份那我们在这个7个月内已经呢达到了这个3%的幅度是45年以内呃美国这个升息涨息最幅度最大最快涨得最高的一次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息呢对当时的房产市场的影响呢就是呃房价在涨那94年一直呢都是以2%到3%的速度来涨那95年的夏天就放缓了就到了1.7% 那我们的这个就说单说加州来说哈单说我居住的这个湾区来说那我们在加州呃这个整个的呃加息了之后呢我们的整个的加州的市场湾区的市场呢也是能用肉眼可见的放慢的速度 那我们的这个房子比方来说哈呃以前一个房子随随便便就可以收到十几个二十几个offer那现在呢呃有一些好的房子还是可以收到不错的offer但是呢也没有比方说去年加价加的那么凶 今年年初加价加的很凶那有一些房子呃比方说不是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的房子那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抢他可能是一个offer都没有收到我们如果感兴趣对方的listing agent还要一直给我们打电话来求着咱们下一个offer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在整个的大背景下我们买房需要注意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利息升的很高但是呢呃同等利息升的越高那我们这个房价现在大家可以在youtube看到小红书看到很多的比如说呃房产的博主或者是做金融的博主他都会说呃现在哪哪哪的房市暴跌哪哪哪房市 那呃同等就是咱们的利息升的越高可能呢会对这个房价来说他就会稍微的降一些同等就是呃我们的如果今年年底继续涨息比方说哈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继续要加息的话呢那我们的房价也可能会更下来一些所以呢这就是给到我们所有人一个可能进场的机会 那如果我们想进场的话怎么进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比方来说首先我们买房的话一定要明确您买房的这个需求以及提前做准备怎么提前做准备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个lander找一个银行 拿到这个underwritten pre approval就是我们的贷款预批信那我们平时做这个普通的呃pre approval就可以了那为什么现在要求做underwritten呢也不是要求就是希望您有一个呃更准确的答案就比方说哈这个underwritten pre approval跟普通pre approval有什么不一样是他这个呃underwriter呢是银行的后台人员 每天呢他的真实的工作就是审批不同的真实的贷款那由他们给您出的这个pre approval您可以算99%的确定性如果只是比如说您认识一个loan officer您给他交了一个这个pre approval是由他来给您出的他觉得您可以拿到多少钱的贷款但最后您买房子的时候您的这个贷款不是由他批 还是由银行后台那些underwriter来批所以呢您可以算有一个90%尽量呢咱们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就去拿这个underwritten pre approval这个underwritten pre approval嗯它是一个等于是给他每一个银行的underwriter一个额外的工作量不是所有的银行在确定了您跟他合作之前都会愿意提前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呢啊fly home mortgage是可以做的而且一般大银行也都是可以做的 这个都是免费的所以建议您去得到最准确的您的贷款预批信到底看看咱们是呃如果能带100万还是98万最好把这个差值来缩小到最小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定期的实时的跟您的loan officer确认他现在的比如说呃您是呃现在今天您拿的这个underwritten pre approval那您下个月或者是下下个月 您看中了一套房子您想买但是呢现在的利率升的很快也他有时候也会降不是说像一个火箭一样直线的上升它是像嗯过山车一样降一点升一点降一点升一点一定要打电话去问他当时的利率跟您做呃这个pre approval的时候的利率是差多少这样的您手心里也有一个点大概呢能算一下啊那您的这个underwriting 它可能是稍微的占了多少的水分这个一定一定要呃做就是在您下offer之前一定要想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您的这个贷款上限是100万的话那我建议您咱就不要去看比方说哈呃120万130万呃或者是110万的房子就算您把它这个价格打下来砍下来之后呢那也有可能就比方说 就卡在了100万但是呢等到您买房子的时候比方说您的这个pre approval是两个月前做的那可能这两个月之内它的利息就剩了很多您这个100万可能就是不能完完全全的带下来所以我建议您呢就是还是咱们如果是考虑买100万的房子那咱也可以看稍微超多一点的比方说105万咱如果有这个机会能砍下来个10万块钱 比方说咱95万下的offer所以呢意思就是咱们不要把这个咱们的offer写在您的这个呃pre approval的上限咱们留一个余地留一个余地这样最好就是您能把这个贷款完成的close掉所以呢呃这个是现在买房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也可以尽早锁定利率但是不建议您锁的太早因为锁定利率也是要花钱的 一定要您确定要买房子了或者是您已经看中了哪套房子那您这个时候去锁定利率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呃持有这个优质的房产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理性的购房就比方说如果您现在比方说您有一个自己的呃几年前买的房产那他经过去年前年已经升值了非常的多 您可以做一个he lock从您的home equity里面借钱来来付这个我们新房的首付这种也是可以的那他的利率也可能会更低一点您也可以有这种不同的呃办法去把您的这个成本降到最低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利率涨的非常的快现在买房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更省一点钱就比方呢现在的这个 这个固定的这个固定的固定利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刚刚讲了咱们这个30年的固定利率是6.66那我们可以选择浮动利率比如说您可以带一个五年七年或十年的浮定浮动利率他现在的浮动利率呢呃会比这个呃这个fix的利率要低一个点甚至还要多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把这个先做好浮动利率等到比方说 明年或者是后年或者是呃未来的某一天他的这个利率掉下来了您可以再去refinance比方说呃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七年的先做个两年然后呢他等他利率掉掉下来了比方说他掉到了四或者是掉到了3.8或者是只要是比您之前的那个呃这个interest更低您就可以去做一个呃锁定去做一个refinance 比方说比方说您之前是一个浮动利率后面您可以做一个呃固定利率是都可以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呃在利息如此高的情况下的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高咱们的呃首付的金额如果呢比方说您的首付呃不够啊只有5%只有10%借的钱会很多如果您之前有房子的话您也可以做一个he lock啊或者是呢咱们提前锁定房贷的利率您看中了房子之后您再去花这个钱去锁定利率 然后呢包括提高信用的分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如何就是保证您贷款的时候这个分数是差不多保证一个在好的一个呃分数线上这样呢才不会影响您的一个贷款利率首先在您打算买房子拿preport的时候您千万不要申请新的信用卡这个是呃万万不行的 如果您申请了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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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这些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在买房的时候做 那也不要同时申请多个贷款 这样呢 绝对是对您的这个 信用分有一个damage 包括呢 对您整个的这个贷款额度 以及贷款利率 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会给您的高一点 这个利率 包括呢 比方说如果您是换工作了 您的这个就业稳定性 对这个lender也是非常重要的 您的这个工作 假如您已经做了两个 两个收到了两个paycheck 已经拿到了两次工资之后呢 建议您在这个时候 再提交您的这个工资单 如果是在这个之前 就比方说您下个月才去上班 下个月才正式开始 或者是您只拿到了一次paycheck 那我不建议您现在就去做这个pre approval 因为他可能是不是非常准确的 而且呢 在您没有这个 在这个paycheck没有到达您的账户之前 在这个lender的眼里 它是不稳定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 咱们实地考察的时候 重点我们房子是看什么 首先房子户型怎么挑选 那户型呢有比如说single family townhouse condo以及multi family 那我们相说single family呢 就首先是地也是您的 房子也是您的 那您可以选择加建 比方说如果您的这条街城市 允许的话 您可以加建到一个什么样的尺寸 这个都是由当地的这个 building code department来决定的 所以呢您可以有这个加定 加建的这个选择 如果是这个连排别墅 或者是condo呢 它是可能带hoa的 那它可能就是不能允许 您的个人加建的行为 但是呢hoa的condo呢 不是hoa的这个townhouse呢 它会比这个独栋的 这个比方说single family 带hoa的会稍微高一些 那它的租金呢一般呢 也比single family会低一些 所以更好租一些 那包括呢有这个condo 我们的这个公寓 室内是可以装修的 您也可以比方说出租 或者是再卖掉 但是呢也一定要看 这个只要是带hoa的 所有的房子 一定要看它的这个rental restriction 就比方来说 如果是说hoa有规定 名言规定 您这个整个社区里的房子 不能超过25%的房子 在同时间出租 那您一定要去问它 去查这个小区 到底现在出租了多少户 那我们如果是想出租的话 比方说他说 现在还有五家的名额 可以出租 那您也要去问 需不需要一个license 他比如说hoa会给您一个license 让您这样您拿到license 您才能出租 那他就会说 那现在license 在排队的人有多少 那您可能一定要确保 这个小区是可以出租的 如果您是为了买这个出租的房子 出租的更容易 这样会更好一些 因为如果是不能出租的房子 多多少少会对您的这个resale 有一些有一些问题 可能下一届的房主 才是想出租的 还有一些呢 就比方说 有一些condo和这个townhouse 它是要求55岁或65岁以上的人 来进行购买 这个呢也要格外的注意 那比方说是那种养老公寓啊 它可能价格会低一些 设施会好一些 但是它有这部分的要求 所以呢也一定要看好 那买hoa带hoa的房子 一定要注意 这个小区的物业 我们就来说简单来说就是它的物业 有没有litigation 那如果有litigation呢 你要看它对您的这个monthly payment 有没有一些影响 包括它对贷款有没有一些影响 还有有没有special assessment special assessment 您就可以这么想 就比方说 咱现在有一套房子 它的这个整个小区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整个全部都做过一次白蚁的这个treatment 或者是再讲的简单一点 就比如说它刷过墙 它刷过墙 可能它的这个小区的budget 不够它这个刷墙的费用 或者是治疗白蚁的费用 那它会羊毛处在羊身上 会敲门问每一户 都是说我们这个小区 现在制房子或刷房子 我们花了 比方说花了五万块钱 但是呢budget不够 那我们现在每一户都要求 比方说budget每户只够出两万块钱的 那接下来的三万块钱 每一户都得 比如说分一个五年的分期来付 或者是分一个十二月的贷款来付 那每个月除了这个HOA 您还要额外的付这个special assessment的钱 像是说这种已经定下来了 告诉您了 您这个special assessment是多少钱的话呢 贷款会更容易过 如果是没有定下来的呢 贷款会稍微稍微的有一些麻烦 可能有很多的银行 它都不会去做 因为它也不确定 比方说您的这个 它每个月的special assessment 可能是2000块钱 可能是500块钱 它也不确定 所以它也不知道 能不能给您带这些钱 您能不能每个月的按月 把这些钱也付了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买townhouse和condo 最看重的一点 接下来呢 就是什么样的房子 有奖价的空间 那我们在最近这两个月 也是买到了很多奖价 奖下来有二三十万的房子 那我们要看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 对大多数的买家 有没有吸引力 就比方说 如果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很好的话 那接下来呢 就要看这个房子 内部是不是有明显的问题 不能立即入住 那如果是非常非常破的房子 您可能只能用all cash来买 因为呢 银行只带livable condition的房子 比方说您这个房子 它这个sore都没有 或者是 它这个水电也不通 它的地上有大坑 墙上有大洞 那像这种房子 它明显是不能入住的 所以像这种房子 一定要用全现金的方式来买 那如果是小问题的话 要看它的问题在哪里 它是不是结构上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这边的房子呢 一般都是承重住 所以呢很少有什么清水混凝土的承重墙 那我们的有一个cripple 就是它的这个墙 墙的地基 它的墙基 是绕着房子围一圈的 那个是混凝土的 但其他呢 就是建起我们这个房子的骨架 全部呢都是木头 所以呢也要看 这个房子的结构 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什么样的问题 问题坏在了哪里 如果是可修的 比方说容易修的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下个offer 而如果是不好修的 那那种房子呢 建议就别碰了 第三点呢 就比方说 如果是卖家召集脱手的房子 也是非常 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奖价的空间 我们之前买到的一个房子 就是它的seller 它是召集卖出去 为什么呢 它要用这个自己的这个condo 去填它新买的这个single family 所以呢它也是着急close 所以我们也是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价格 我们比别人低了七万块钱 是一个cash offer 来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定价的策略 一定要以就是周边的成交价 基准为主 如果是挂牌价过高的房子呢 现在不是特别好卖 尤其是那种 您可以看到它可能已经在市场上 三四十天了 六十天了 一百多天了 像这种房子 如果它整个结构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您是可以考虑一下 看看这个房子有什么潜力 适不适合您来投资 然后呢 再从中做决定 要不要下offer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实地看房子 要看什么 什么事情非常的重要 首先呢 就是这个房屋的位置 我简单的来讲 就比方说 抱歉 我简单的来讲 就比方说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平地上 在这个房屋的这个 我们把它的这个整个的地 整个的地理 看成地理位置 看成一个section 是一个切变 那如果咱们这个房子 是比两边 或者是周围一圈的房子 地势都要低的话 那势必下雨的时候 所有人的积水 都会灌到这个地势 最低的地基里面去 所以呢 像这种位置的房子 一定要看它的地基 是怎么造的 比方说 它如果是crowling space 它地基里头是空的 那它是用什么方式来排水 如果是 它是比方说 是一个concrete slab 整个底下 您就可以想象成 这个建筑的下面 全是灌浇灌的水泥 那它呢 又是怎么样的来排水 是在中间有管子呢 还是周围一圈 像护城河一样 有french drain 它可以就是直接 在地下排水 然后排到那个街边的 这个地下水系统里面去 所以呢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呢 碰到了这种房子 一定要 谨慎的看这个地基 谨慎的看它地基 目前有没有什么毛病 然后呢 排水是最重要的一点 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这个面积 以及户型 就比方说 我们说户型 好坏 户型的利用 空间的最高的地方 就比方说 最好的设计 floor plan 最好的 那就是有一个 小小的tips 您可以这么用 在看房的时候 您从房子的大门 直直的走到 这个卧室 找到这个主卧 如果呢 您可以非常的简单的 找到这个主卧 觉得这整个的屋内的动线 是非常舒畅 非常顺畅的 那这个房子的 这个整个的floor plan 以及它的 整个的布局 是非常合理的 如果呢 您觉得您找这个主卧的 整个途中 非常的困难 您也不知道 左手边是主卧 右手边是主 还是右手边是主卧 您也不知道 它这个旁边是 到底有多少个通道 像迷宫一样 那可能说明 这个房子的 室内的floor plan 稍微设计的 有点有点不太合理 不太合理的 这个floor plan呢 就会导致 它会浪费很多空间 在比方说 拐角啊 走廊啊 这种小地方 那它本来应该是 比方说 咱们方正的格局 是最高效的 能够最具有代表性的 一个利用上了所有的空间的一个好的design 但是呢 如果是有非常多的拐角 那可能就说明 它整个的房子设计的稍微有点问题 浪费了很多的空间 所以这个呢 您可以 下次看房的时候用一下 那比方说 您先不要去看这个客厅 有多大厨房 多漂亮 先看一下它的格局是怎么样的 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呢 如果不是因为风水的问题 找这种坐北朝南的房子 如果只是因为采光的话 那我也要建议您 也要看一下那些 比如说 东西朝向的房子 因为采光并不说明 比如说南北朝向的房子 是最好的 也一定要看它这个窗户开的位置 窗墙比合不合理 如果比方说 它这个墙很大 窗户非常非常小 它这个窗墙比非常不合理 或者是呢 它的这个窗户开错了位置 或者是它的周边一大堆大树 一家圈大树 把它整个围住了 或者是附近的房子 周边的邻居的房子 都高过了您的房子 那这样呢 也就可能导致 就算是一个朝向非常完美的房子 坐北朝南的房子 也有可能采光不好 那像这种房子 我们在真实的看房子的时候 已经见到了无数 见到了很多很多 所以呢 它的朝向好不好 跟它的这个采光好不好 有一些关系 但是呢 也要看它的这个窗户 开的合不合理 科不科学 接下来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墙体 有没有发霉 然后呢 它这个墙边的踢脚线 包括这个天花的 天花板的一圈 以及跟墙的这个交界 是不是直的 是不是垂直的 有没有一些 比方说明显的裂痕 如果我们看每一个墙 如果它都是比较直的 突然有一个墙 它稍微有点弯 那我们要过去看一下 这个墙到底是怎么弯的 比方来说 如果您在这个墙的外部 在它这个墙面和地交接的地方 看到了有很多像 蜘蛛网形的扩散的裂痕 那就是一个警铃 一定要看这面墙 到底是弯的程度是多少 包括呢 它如果这个墙的旁边 或者上方有窗户 旁边有门的话 一定要看这个门 是不是能很好的打开关上 这个窗户呢 是不是很好的能开拉 如果是不是非常好的 能打开关上开拉的话呢 那说明这个墙呢 稍微的有点问题 它可能是地基沉降 或者是哪个地方地基裂了 它的整个的这个window frame 一般都是木头的 它twist了一下 那它这个窗户是 比如说您开的时候 有一些阻力 是非常非常应该的 那如果是这些都满足 那您一定要看 这个房子的楼梯 它是不是歪斜的 包括它整个的地面平不平 比方说最简单的方式 您就可以看房子的时候 带一个乒乓球 如果您看到这个地 非常的斜 您扔个乒乓球 看看它往哪边斜 因为有一些房子呢 它的鞋 它的比如说鞋的这个地面呀 是因为当时的工艺问题 没有找平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可能地基有部分的塌陷 所以呢 您一定要看到底是 综合我刚刚所述的 所有的因素 要推断它这个房子的结构 有没有问题 包括在inspection report里 一定一定要看 它这个inspector 有没有指出这一部分的缺点 如果您看不懂呢 建议找专业人士来看 绝对不要就是想的 哎呀可能没事啊 这个房子的新建呢 或者是怎么样的 能有什么事啊 就比方说我们是在湾区 湾区的98%都是在土壤液化带上面 包括我们这边有很多地震 那我们这边的房子呢 这么跟您讲 比如说这个房子在山上 或者是在地震板块上面 是在地震板块 两个地方交界的地方 那它就算个新房 只要是震一次 那它的这个地基可能损坏的 就比说在地震板块的中间 那个这个房子已经100年了 可能要损坏的也还要多 所以呢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 给您过一下这个inspection report 看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呢一起带着 比方说如果您有一个 能找到一个foundation的这个specialist foundation的inspector 您可以带他去看一下这个房子 这一切都要经过 listing agent和seller的允许 还有接下来呢 就比方说如果是有 他周围的房子 周围的地市 都比他整个房屋高的这个缺点的话呢 那也要看他这个地基 是不是个湿地基 比方说湿地基的话呢 您是在这个房子里 是可以闻到的 有那种欧了的霉味 所以呢 您现在我也知道 大家都得戴口罩嘛 可以在看房子的时候 您稍微把这个口罩拉下来一点 来闻一闻这个房子里 有没有这种奇怪的味道 如果是有奇怪的味道呢 它是不是这种欧了的霉味 是不是从地下返上来的 这种湿地基的味道 是非常非常难闻的 如果是湿地基的话呢 就比方说在我们弯曲的话 我们这个crawling space的这种地基 它底下都是空心的 是泥土 外面呢 有一层就比如说建筑的墙 下面有一层 撑住这个每一面墙的这个墙基 那中间的全都是 有横着的 有竖着的 不同的post and pier 来支撑着我们整个的房子 那这这些建筑结构呢 一般来说 在我们这边都是木头的 所以如果底下湿地基的话 那决定的 决定性的因素 就是会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屋的结构 有一些的影响 一定要看 如果是湿的程度是多少 有多少积水 它到底有没有 目前为止 对整个的这个木架结构 比方说有一些致命性的损伤 比方说 它已经腐烂的太多了 或者是底下的这个水泥多 这个post 它已经完全的变形了 已经粉碎了 那像这种呢 都是非常致命性的 一定要看 还有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这个窗户 如果呢 是有部分的地基塌陷 或者是呢 有部分的这个 比如说裂缝的话呢 要看是大裂缝 小裂缝 比如说大的裂缝 它粗到可以塞进一根铅笔 那这种裂缝呢 就是要引起您的注意了 比方说 地基裂缝 它分三种 一般来说 横着的 竖着的 斜着的 那每一种裂缝呢 都是不一样的 它有的很致命 有的呢 它是没问题的 就比如说 树向的裂缝 您就可以把它想成 一个水泥堆 这个水泥堆是长方形的 不管您是把它切成 十份 还是切成五份 这个非常大的水泥堆 它还是成着 同等面积的重量 它是 还是同等面积 只不过是切成了 不同的堆 那 但是呢 您的这个堆呢 还是一样的承重 那这种呢 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呢 它是横着的裂的 它横着裂的又非常的粗 那稍微的 需要您的注意了 因为修这个地基 是非常非常贵的 我可以简单的 给您讲一下 它是怎么修 比方说 您可以把它想象成 我们换车的轮胎 您的这个轮胎的 坏轮胎的这个部分 您就得把它 用千斤顶顶起来 架起来 那我们再换去 新的轮胎 那修这个地基 也是一样的 您要把它 整个的屋的这个地面 找到一个水平 那也是像千斤顶 一样的structure 来把这一部分的 欠下去的房子 那给它顶起来 然后呢 我们的师傅下去 去来比如说 浇灌水泥 比如说 如果是它这个 post歪了 那我们要把它找正 所以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 下话功夫的 一定要保证 我们买房的时候 这些该看到的点 一定要看到 那我们稍微可以 妥协的一些细节呢 是什么呢 比方说 油气的颜色呀 墙壁的瑕疵呀 这些呢 我们是可以妥协的 因为您假如说 买一个 已经给您装修好的房子 羊毛说在羊身上 那它装修的钱 肯定也会加入您的这个 买房子的钱里面 所以呢 比方说 如果这个房子 稍微需要点装修 需要换一下地板地毯 一些小的硬件的部分呢 您如果自己是可以干的呢 建议您也可以找一下 就是稍微需要 fix up的一些房子 那您可以就是看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时间 咱们有多少时间 可以花在这个装修上面 包括什么大橱柜呀 这种也是小工程 那我们看房的时间 是非常关键的 我建议您就是12点到4点 这个时候看房子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这个阳光 不能太太黄 比如说我们这个 太早了的话 或者是晚上太晚了的话 这个阳光会比较黄 它就看不到这个房屋的裂缝 或者是咱们这个漏水的地方 所以呢 它比方说 它的屋顶有一些漏水 那漏水那些印记 一般都是黄黄的灰灰的 它这个阳光一打过来 咱们就看的不是特别轻了 所以建议您一定要看房子的时候 尽量找 正午的时候可以看 阳光强的时候可以看 然后下午的时候也可以看 正好呢 4点钟 你也可以看看 就是附近的 比如说放学的人流量 下班的车的人流量 也可以看一看 那接下来 那买房子呢 额外需要注意哪一些 房屋建造的缺陷 就比方说 您可以看到 我这边旁边右边有三个图 首先第一张图 最上面的那个呢 就是房屋的外立面 外立面呢 在我们这个加州 我们弯曲一般有两种 一种叫stuckle 一种叫这种wood siding 那wood siding呢 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片一片的木头 把它垒在这个墙的外部 那它有一个这个木头的一个效果 木头的纹理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stuckle呢 就是我们这个预制板 把它糊上 然后或者是呢 就是有一层 一个挂着 比方说哈 可能是金属的网子 或者是塑料纤维的网子 然后我们呢 再往上糊这个plaster 那像这种stuckle呢 是非常非常好maintain的 那你每隔几年 我们在这个海边的地区呢 它这个海水 包括它这个空气中的含盐量 它会更加的潮湿 整个呢 会影响咱们的这个建筑的外立面的一个损伤 所以呢 我们就一定要保证 比如说咱每隔个五年到十年 就一定要重新再刷一次这个防水涂料 然后再刷一层这个漆 如果是wood siding呢 一定要注意 包括您看 只要是带木头的 它就会多多少少有一些 比如说dry rye啊 比如说fungus啊 这些发霉腐烂啊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毕竟它是建筑的外立面 那所以我们就一定要保证 如果发现了 比方说 有的地方 它是损毁的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看到了像图中这样 已经是列了很久了 看它肯定是就是近十年 甚至二十年 都没有 把它这个房子的外部 maintain一下 也没有做任何的措施 那您一定要注意 它这个房子里 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发霉的地方 那发霉的地方全部都要换的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房子 都是木质结构的 那如果一个地方发霉 它可能就会延伸到其他的地方 结构的地方也发霉 所以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发霉 到底霉里有多少 这有霉里有多少部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包括像下面这张图 我们的这个屋顶 这个呢 这种材料叫composition shingler 像这种single呢 它是像是一种软的材料哈 它像沥青一样 非常的软 然后它是一层一层搭上去的 基本呢 像这种材料呢 它是能用25年到30年之间 那有一些更贵的一些材料 可能它能用最多50年 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买房的时候 看到了这种材料的 也一定要看一下这个roofing report 它上面写的这个房子的整个的single的状态 还能用大概多少年 包括呢 坏了多少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您可以知道 大概要花多少钱修 它这种坏了呢 是什么样子 我大概给您描述一下 就比方说 就像一个 它之前软软的 它好的时候是软软的 如果是坏了呢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干 非常的脆 它可能就是你一撅 它就断了像这种呢 就不是特别好 一定要换 因为它没有能保护你这个屋顶结构的 呃功效了 所以呢 它可能会呃严重的导致漏水 嗯 这个是一定要换的 还有不同的这个呃屋顶 比如说有metal的呀 有这个tail的呀 呃不同的这个材料的都有 所以呢 呃因房子而异 一定要看好这个inspection report 呃这个inspector有没有讲 有没有描述 他这个整个房子屋顶的状态 他inspector 他inspector呢 不会在房子的这个inspection report上写 哪哪哪坏了 会花多少钱修 他只会写他看到的东西 他就是非常呃critical的 比方说哈 呃墙上有个洞 这个洞大概是多宽呃多长 但是呢 他不会写这个洞会导致呃什么样的一个呃比方说呃一个structure failure啊或者是这个洞是怎么造成的那比方说他也会简单的说一些关于呃整个的电路系统如果电路系统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会导致比方说火灾啊这种呢一定要看好呃买到这种房子的一定要呃再找一个专门做电路的人来看一眼啊该换的东西 赶紧换尤其是买到了老房子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个房子的电路系统是好的包括这个gas line是好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煤菌因为有很多呃您不要小看这个煤菌哈有很多房子在我们这边哈有非常非常多的煤菌 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了mountain bill有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呢是呃六个卧室呃四个这个厕所的这个房子呢在呃当地的这个市场价值应该是呃二百多万三百多万这个样子二百多万 那他那个室内的情况呢也不是说非常好但是呢也不差但是呢他只卖了他是listing price呢是一百六十多万 他是一天上市第一天就卖掉了这个房子就是有严重的煤菌的这个呃damage所以呢银行是做不了贷款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煤菌他首先可能是会您住在里头会对这个人体有伤害不说而且呢他煤菌如果是扩散的非常非常严重的话 您可能要换的呃这个结构里的很多东西包括墙面呀结构呀要换很多包括呢看他是到底是哪漏水了你从哪进去的水是从屋顶进去的呢 还是比方说他是从底下开始烂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房子的煤菌一般呢呃会在这个turn my report上面有白蚁报告上面有一定要看一眼啊包括湿地基呃这种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呃查看他整个的呃墙面呀屋顶呀呃一定也是要仔细的排查在inspection report上面 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他整个的这个地板如果是有走起来是嘎吱嘎吱的这种声音那可能是呃热胀冷缩这个木头有一些稍微的有有一些移动哈您这个找专业的人士仔细看一下比方说重新铺一下这个木地板呀或者是地毯呀就会解决那也有可能就是呃当时这个房子建造的工艺不好 就比方说呃我们家的一楼就是他的嗯我们是那个concrete slab他就是底下全都是灌柱的水泥那他整个的地面呢是稍微是不平的肉眼是可以看到的他有一个地方是高起来有一个地方是降下去他像一个坡度那像这种坡度呢不并不代表说他底下的地基有问题 就是当年我家这个房子一九三几年的房子他的工艺不经他当时就是 这么造的所以您也没什么办法我也不想花这个钱去找平所以不是说所有的比方说呃这个地面哈稍微的呃有有一个小坡呀或者是他走起路来地板咯吱咯吱啊代表他这个地下有问题不是这样的 那我要来分享一下哈近期的咱们这个买房的故事那首先呢我们的团队最近呢帮我们的客人买到了一个呃这个在三后贼的房子首先这两位也是呃年轻夫妇哈看了很久很久了那呃也是下来几个offer呃counter了之后呢呃也是呃没有赢到这个房子但是呢我们紧接着又带着 这个这个两位夫这个这位夫妇哈那我们一起进接着看了四五套房子呃连续看然后呢他们也是相中了这套single family house那我们对这个呃整个的房屋呢进行了这个价格的分析那我们出了一个呃比他们的心理价位还要低的价格呃就是下了这个offer当时呢也是没有什么人跟我们来抢那我们也是呃一开始下了这个呃 考虑下contingency的但是最后也是去掉了增加我们这个offer的竞争力最后呢也是呃赢到了这个房子客户也是非常的满意包括呢我们接下来的这套房子也是在三后贼他的listing price呢是一百九十万那我们呢也是也是砍价了将近三十万那呃比这个客户呢的心理价位还是少了十万来买到了这套房子呃也是非常的幸运啊 我们的客户也是非常的高兴也是第二次跟我们合作了嗯我们呢最近呢虽然这个房市哈他整个的加息影响了但是呢也买到了很多嗯在整个您看哈市场哈他是在一个下坡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去买一些比方说呃在去年呀我们根本就买不上的这种房子然后呢呃我们用 砍价的形式来给这个客户更多的机会来试一试比方说您可以下这个lowball offer那您可以下这个呃您觉得这个房子可能一百万您呃觉得这个房子就值八十万那您不妨就是试一试如果他没有人交offer您又他又着急卖他又急需要钱那可能您这个offer他就收了可能这种offer呢十个里头有九个咱们都买不到 但是您可以用这个试一试的心态去不妨去扔一扔啊没准那一个您就砸中了砸中了那咱们就买到了买到了一个好地哦 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下fly homes呃怎么的帮您买房首先呢呃我们有一个金融产品叫cash offer这个金融产品呢就比方说您有5%的down payment或10%啊没关系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买房一般都要20% 当配啊我们可以借您用全现金的方式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之后呢您可以去找其他的银行做这个refinance那我们在这个cash offer之上还有一个guarantee offer意思就是在过户的期间呃如果您因为任何原因您不想要这个房子了没关系那fly homes也会用这个您跟这个seller商量好的价格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然后呢呃对于seller和listing那边呢是一个 百分之百会close的deal就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guarantee offer我们赢到了很多房子就是我们比其他的人的价格要稍微低一些我们还是能把这个房子赢下来因为在这个呃加息动荡的时代就比方说您今天 您pre approve了98万可能过两个月三个月您可能只能借到94万所以呢呃这边的这个seller和listing agent他也会担心您是不是能把这个成功的close掉尤其是在您close的时候他也会有一次利息的上涨所以呢对于这个呃seller和listing agent那边呢也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赢房子的武器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换房项目啊首先呢就是您要确定一下您这个买新房的预算那您的这个首付款代卡额度啊包括您现在的这个自己的房子的home equity大概是多少我们呢加在一起之后呢呃给您先给一个underwritten pre approval您先拿这个underwritten pre approval比如说哈您现在的房子50万然后呢呃您已经还完了 您手上呃有10万块钱的现金然后呢您的贷款额度呃是50万逃去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卖掉了之后您呃根据您的这个paystop还能带50万那加起来呃110万您先拿着去买房子去然后呢买到了这个房子之后搬进新家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您的老房子挂到市场上再去买然后最后呢呃您这个买到这个房子您等于是先问我们 借了钱之后呢再去跟其他的您任意所喜欢的银行去refinance谁给您最低您找谁然后呃一次性搬家呃提前的unlock您的这个贷款额度 那卖房呢在这方面我们也有研究比方说我们的卖房团队就是比别的卖房团队会卖的更快一些为什么呢我们除了在比方说facebook instagram上面宣传我们在小红书上 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您看到现在这个讲座还有我们一些线下的比如说有一些呃夜市呀oh my god family呀还有这个呃载歌载鼓游园会呀像这种呢我们都是有合作的我们也会呃去promote我们自己的listing所以呢就是全方面的跟这个分析市场帮助我们的客户去卖掉房子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回答问题环节呃首先呢您也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小助手的二维码这样呢呃比方说您有什么问题您想直接来找我的话呢您可以去先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然后呢跟这个小助手说您想跟建筑师聊一聊然后呢呃比方说您现在房子呃自己的住的房子里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拍个照片您也可以给我发过来我可以帮您看一看或者是呢呃比方说您呃今天去看房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比方说房子你看到了裂缝您不太确定您也可以拍个照片呃发过来我给您看一看参谋参谋也是可以的 我给您看一看